《佛惡法門》 《佛惡法門》 那麼要如何 欺悟這個佛惡法門這個境界 我就舉三個公案 滿有趣的蠢周公案 第一個 明珠一科 表示每一個眾生都有這個佛性 剛才我們提了這麼多 佛法到最後就探討這件心性 恢復我們這個本性本性 那麼第一個公案就是 跟本性本性 我們本自既既 本自親近 本無動言 本不生命 這個自信 第一個公案叫明珠一科 明珠一科 這個在法伐經裡面有依依 是法伐經的七個比喻之一 佛得趨義之一 大義說呢 有一位貧窮的人家 他到一個富有的親戚家做客 這位親戚為了想幫助這個窮人 便趁他喝醉酒的時候 將一顆寶子縫在他的衣服裡面 希望他藉此改變生活 但是經過數年之後 兩人再相逸 富有的親戚 見到窮人 窮人的這個親戚 見到這個窮人的親戚 依然困苦落魄 變驚奇地問這個窮人 他說 為否紅色衣服中那個寶珠 沒有改善你的生活呢 那個窮人聽了以後才恍然大悟 原來衣服裡面還有一顆縫在裡面的明珠 原來自己身懷寶珠卻不知道 便將寶珠起初改善生活 這什麼意思 那個寶珠就是你的自信 你戴了他一千年都不知道 跟著你來這個世間轉來轉去的 一火轉天道 一火轉人道 一火轉三火道 你不知道 我有明珠一顆 久被陳老轟手 如今沉浸光出 照顧三火萬火 你不知道這個時候明珠 就是你的自信 就是你現在聽法這個 這是你的自信的妙用 明了以後就變成習性 變成了這個毛病習氣 變成業障 一樓燕污了以後 這些毛病習氣就變成玻璃智慧 業障就變成怨力 這是明珠一顆 第一個公案就是空中災 有一位僧人問南全蒲厭禪師 天空中有一顆明珠該如何啟動 南全說 去砍些竹竹來做成梯子 爬著梯子上天空去拿 這聖人不明白 又問到 天空中怎麼能放梯子呢 南全訪問 不然你想怎麼拿呢 你怎麼拿呢 這個天空就是 你我空以後 你把我破掉以後 你見了空性 就會拿到明珠了 天上的明珠就是同 我們自身的本性啊 若能開悟明星見證 就能取得明珠啊 你想借外力成道 就像慧敬心思 搭梯子 求起空中寶珠一樣 最後白忙一場 啊 南全蒲厭禪師的 藉此相往的打 激發這個生人 尋找自我的出路 這個是呢 禪中的公案 空中災月 再來霸風吹不動 這大家都知道 蘇東坡居士做了一首詩記 叫蘇童乘傳 從江北瓜州送到江南 乘給金山寺的佛運禪師指證 祭雲 其所天中天 豪光照大千 霸風吹不動 端奏祖金耶 禪師看了以後 就批兩個字啦 放屁 就批兩個字 放屁啦 因為啊 佛運禪師天天跟 蘇東坡在一起 常常跟蘇東坡在一起 他修行的經濟怎麼樣 佛運禪師很了解 他故意要試 故意要試試 要考他 就批個放屁 看到底你的禪力功夫怎麼樣 主婦蘇東帶回去給你們書大學士 書記試看 蘇東坡一見大怒 立即過江 折問活運 他就說 你為什麼批這兩個字 晃屁 才是對他說 從書記中看啊 你的修養很高 既然以巴風吹不動 怎麼又一批打過江呢 一批打過江呢 蘇東坡這麼一聽啊 末來無語 自嘆修養不如禪師 這就是說啊 從這個公案裡面可以看到呢 東坡先生還是沒有見到心性 還沒有正德三妹 好 我們研系剛才探討的波洛法門的總結 霍華中說 荒遍有多門歸隱無二路 一進法門都是欺悟心緣 要回歸到心性 明天見信是最高最真實最究竟的境界 對我們來說 往生淨土是最高最真實最究竟的境界 沒有第二條路捷徑可以走 萬法歸一 一就是什麼 這是極然不動寥寥長之的心性 見到本心本性就是佛 就是波洛法門 殘家所謂的自戀心性 所以告訴我們什麼 不論得意失意 好境界壞境界 剛才我們有提到說 什麼叫出乎你不然 就是在任何境界裡面 不然著正合境界 這叫出乎你 所以這個地方也告訴我們 不管是得意失意 好境界壞境界 這點心要絲毫不動 保持平常心 智慧心便能夠得到解脫 你學慘學禁學密都要這樣 那麼再來就是我們這個身體 我們如果透過這樣的修行來解脫這個生死 我們要了解這個身體是物質所構成的 這個身體它的便利跟老化 細胞實質都在生命便利 生命的過程 預血上稱為新陳代謝 細胞老化 仔細把它施為我們從練小學 中學高中大學乃至於研究所 至於到社會上就業結婚 身體的高矮形狀臉孔 甚至內在的想法都在變化 這些變化當中每一個階段 都能完全代表自己嗎 哪一個階段才是真實不變的自己呢 更何況身體會壞掉滅掉 壞滅以後身體不存在了 自己又到哪裡去了呢 所以由此口之內 身體則是暫時假合的物質 唯有這段心性才是真實的 為何這段心性才是真實的呢 想想看 小時候我們能聽的心 就像波蘇尼王一樣 或者問他幾歲見紅火 他說他三歲見紅火 十三歲也看過 那今年六十二歲了 跟佛陀在任典會上對話說是六十二歲 佛陀說你三歲見紅火 跟六十二歲見紅火 有什麼不同呢 那佛陀說沒有不同 佛陀說對呀 見信沒有生死啊 那個見信都是不生不滅 不顧不敬 不爭不堅 明白這些道理 我們便能夠體悟心的不生魅性 那個不生魅性 就是我們的見聞皆知 就是我們的靈性 我們這個身體 我們這個年紀 我們這個相貌會有生魅 但是我們的心性不生魅 這鍊心是我們的真生命 認識這鍊心才知道 生命是無窮無盡 這才叫無亮光 無亮獸 我們去追求這個無亮光 無亮獸沒有窮盡的生命 那才是我們要的慧命 這才是這鍊心 它的歸一處 你瞭解這個佛心 這一鍊佛心 是真正我們生命的無量獸無量光 它記住無量智慧 無量德能 無量的神通 它就是我們的模擬寶珠 人人都有 不需要外求 人人都有 那麼現在是四大腳和這個形體 一般人都物為私有 所以主著房屋 主著銀行存款 主著田地 主著名利 主著六千見識 就是這些妄想主著跟情詞 沉浸的蒙蔽了你的心性 讓你的親近心不能現前 所以你起誤了這鍊心以後 從煩惱中解脫出來 從煩惱中解脫出來 體悟到親近自信 便是禪宗所謂的本來變目 禁途中講的長期光禁途 教下講的親近法身 是禁途中解脫 古德說 物後啟修方式真修 在水邊淋下保養聖胎 或是在大眾當中 寢立他的六度萬恨 皆是戀心 禁中養成動中磨練 各位記得這句話 禁中養成動中磨練 動進弦盤不理當練 我們這樣講說 禁中養成念佛 動中養成阿彌陀佛 禁中養成阿彌陀佛 動進弦盤不理阿彌陀佛 就不理當練 從利他我們去做義工 我們去修六度萬恨 從利他當中完成之力 時時刻刻保持這練心 不起分別妄想就是保認 華遠金講 不起凡夫污染心 既是無上菩提道 經上又說 修行不發菩提心 有如耕田不下重 所以不管你修什麼法 禁中也好 禁中 密中 律中 教下 最後就是要成就無上菩提 往生極樂 這個我們的因地 如果不能夠氣悟菩提心 修行就會繞遠路 所以為什麼我們淨土中 我們三倍往生 通通要發菩提心一向專念 所以 因地如果不能氣悟菩提心 修行就會繞遠路 甚至走錯路 以至於無法成就 菩提心是什麼呢 菩提心在哪裡呢 要如果才能成就無上正整正結呢 不用外求 菩提心呢 菩提心呢 就是清清楚楚流流分明的這點心 人人都有菩提心 菩提心一發 你就可以入不二法門了 菩提心是本具的 只要有信心 只要有信心 只要承擔 這一生就能夠當生成就 就能夠得到解脫 就能夠氣悟無上道 就能夠入不二法門 今天呢 我不厭其煩的 同樣的成就 我們就講到這裡 都說不動了 真的 對 請 好 好